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洛克时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他是一位很有独特性的画家 他与其他画家在木板画布上画作不同 他以宏伟的壁画而闻名 尤其是天顶画 给人一种极强的视觉震撼 波索擅长错觉绘画 他可以将平面画出极强的立体感 波索全名安德烈波 是耶稣会的一名神父 是基于卡拉瓦乔·雷尼等人之后 巴洛克中后期唯一值得一提的一个画家 这并不代表当时的罗马没有绘画艺术 只不过绘画的功能性发生了重大的一个转变 17世纪中后期的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有所不同 在这之前绘画的功能性很强 主要来自于教会 政府 或者是富人的一些委托的订单 在巴洛克中后期的艺术 则开始具有装饰性 具体来说其实这个后面的绘画 主要是为了建筑装潢的一个功能 波索所代表的巴洛克中后期的艺术 之所以成为建筑装潢的一个重要部分 主要原因就是在反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下 以耶稣为首的组织 掀起了一波盖教堂的一个热潮 而众多的建筑需要内部的一个装饰 因此绘画成为最方便的一种工具 因此绘画在社会中的职能发生了变化 从单纯的艺术订单开始转为了室内装潢 巴洛克艺术的装饰性更加被强调和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要看波索的话 当然要去教堂里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圣医纳绝教堂 当然也有翻译成圣医纳吉奥教堂 这组耶稣会的教堂是巴洛克时的一个风格 这个教堂离罗马的最著名的建筑万神殿也非常的近 圣医纳绝教堂也是一座免费的教育机构 规模不大 在这里有波索的一系列的杰作 很多人观赏到这里 有一种感觉由而而生 天堂是什么样子 至少应该是安德烈波索绘画的这个样子吧 波索是天鼎画的大师 他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偷视的绘画器法 在平面上和湖面上改变空间 造成了视觉的一种幻觉 让整个天底变成无限的延伸 他于1688年委托绘制这个长廊壁画 直到1694年的7月结束 在艺术技巧和视觉艺术上 圣医纳绝教堂的装饰都无法超越 对于罗马人来说 这种精湛的技巧是一种高潮 又是一种成果的一种展示 这种壮观的构图几乎是巴洛克建筑天鼎 以及最终的胜利的一个总结 圣徒 天使 预言和漂浮的云朵 强调了运动的一个效果 给人一种繁荣和自由的印象 实际上他是使用了精确严谨的科学标准 绘制而成的 波索的天花板设计 可从中央的一个点观看 该点以白色石头为标志 产生了供电在空中绽放的一个错觉 波索壮观的天顶壁环的立体感机枪 让人有错以为天花板上还有更多的空间 但其实没有 它只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而主角圣依纳绝在众天使的簇拥下 飞上天界 受到耶稣和圣母的欢迎 既然是透视的一种错觉 那么天顶画从正面看 其实就是变形的 只有站在大厅的地面的中间 仰视 宏观看 才能感受这个立体空间 感到一种和谐 壁画中的阴影的部分 也是刻意画上去的 让壁画有更多的明暗的透视的一种感觉 四大洲的预言画 象征耶稣会式的传教的工作 遍布全球 这个和贝尼尼四合喷泉 有着类似的一个寓意 感谢您的观看 будет不错 您的观看 您应该是声明明的观看 这么多的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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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